現在是青藏鐵路的第一個階段 也可以靠近比較陽發景的地方 下一個階段呢 我們就會到了當熊 再下一站會到納曲的部分 可以看到今天的外面的天氣還算不錯 今天是2015年的4月30號 我們預計抵達西寧青海省的省會西寧化 預計是2015年的5月1號 已經是在明天的早上 大概是在7點30分左右的部分 通報證介紹旅行場時和電視光光 還未談談多不多彩的回憶節目 三車站9號車廂 本季列車的列車辦公室 設在8號車廂 列車的票和6號車廂 列車上的服務點設在7號車廂 備有旅行常用力 必要點設在5號車廂 會有旅行非處方常用料理 配搭位置對中的是 列車廂作為列車上的全面工作 列車在運行中 我們兩集車廂由地面列車廂指稱 開門重點原油服務在大家的身上 乘進同志時負責列車上的 治安保衛工作的有關車方面的情況 請您乘進同志提的文憑 沒有 等下你去廚房用會更好的 廚房裝比較熱 對 跟那個張 列車長叫張傑 張傑 喔張傑 那餐車長是那個男的 那個廚師長 一個家列車 帽子放進來 這邊 紅牛 紅牛 我在這邊 你什麼時候買紅牛 那個傳營餐廳給的 喔傳營餐廳給的 打枕不下來 好 書拿出來看 那個把這邊窗裡再用旁邊 放在那個藍色旁邊 對 這樣視野會比較好 你一起來看 嗯 你一起來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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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